D100香港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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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買好東西了 就來過年了 上環入齊貨 這些貨有品質保證 機哥、斑哥放了年貨在上環店 讓大家去購買 2,400元 北海道中谷瑤柱1斤650元 日本花菇1斤380元 澳洲花膠筒半斤960元 還有斑哥精選正宗新會百年霜水陳皮半斤 自己有價540元 年度贊助人500元 快點去上環選購 因為剛剛補貨 不知道何時又賣了 現在有現貨在那裏 大家去上環就完成了 D100節目製作 我希望永遠補最好 只有更好的人 精益求精,力求完美 主持鄭景雄博士 大家好,歡迎來到平均一直話 今天是2024年1月30日,星期二了 今天我的節目內容就有這樣的標題 恒大清盤中殖破產與雷曼事件 川超與特種兵旅遊 恒大清盤中殖破產與雷曼事件 川超與特種兵旅遊 前面就很清楚說金融、經濟 後面就說現在一些社會的情況 這些都是家事、國事 今天就跟大家說這些國內的事情 我們在2024年已經過了整個月了 今天是1月30日了 這個真是前事不忘,後事之師 真是年尾時候都要回顧一下過去一年 其實都發生了很多事情 亦都有不少挑戰 正所謂我們套年都將盡了 農年就這個將臨了 那眨眼十天之後就是農曆新年了 那所以我也想跟大家 鬆韜應龍也回顧一下 我們國家的事情 回顧過去一年 在中國社會發生的 那麼end那麼多事情 我們只能夠選一些事情而已 那麼這個呢 去年出現了一個 有些新的詞彙 新的名詞 就有所謂這個特種兵旅遊和川超 都是中國基層人民如何應對 經濟和社會環境這個變化的 其實都是一些反彈來的 民間反彈 那所謂川超 是鄉村的村 川超就不是英超 不是國際足球 不是英超 那到底什麼一回事呢 稍後會跟大家慢慢介紹 那麼 大家都經歷過了 我們上個月 這個大徐席 那麼開開心心看完這個維港煙花會演 怎麼知道還有夏文 夏文是什麼 有一大批 是不是不知道多少萬 十萬八萬 分分鐘可能不止 就是這些這樣的南下來香港 看維港煙花會演 這班的大陸的朋友 他們不住酒店 不過夜 都不消費 三更半夜都說要趕回深圳 喏 這些就是我們從定義去看 不是這個看不起 這些就是本質上是什麼呢 就是窮遊嘛 是吧 這些窮遊的旅客來的嘛 那所以呢 你明白了這種這樣的現象 今晚我會跟大家說 所謂什麼叫做特種兵旅遊呢 特種兵旅遊呢 就是跟這個國內 過去一年 就是特別興起的 一種這樣的旅遊新的形態呢 就有關的 那麼 話說呢 這陣子大家都很穿躍 尤其是那些男士 是吧 喜歡看球 就是很多球看 那麼 這個2024年 一月一日 這個都不能忘記了 我們這個香港七百萬人 竟然就跟這個中國男子足球隊 是吧 角足 代表著14億人的嘛 那麼就進行了一場 即是元旦日了 一月一日 這個國際足協A級熱身賽 那麼我們香港呢 就贏了它 角足就一比二就輸了給我們香港 那麼呢 其實輸贏都不要緊 最重要是打球 你輸人都不要輸陣 是吧 都要有個格調 有個品 是吧 球有球品 人有人品 這場球打到 不知道為什麼 我看到呢 角足那邊呢 就很生氣 是吧 那麼比賽期間呢 角足呢 亦都因為 他是有很多次犯規的行為 是吧 那些粗獷行為 那麼吃了三張紅牌 那麼我看一些新聞報道都說他 輸球又輸人 是吧 輸球又輸了人 那麼其實呢 都令很多人 即是 我們都想角足打得好的 是吧 我們都是 愛國愛國 但是很多人對角足呢 這個中國足球呢 其實都很感慨 是吧 長期都出現很多 即N種的問題 總之問題多多 你說我們 泱泱大國 14億人口 又是全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了 那麼幾十年來呢 都似乎沒什麼辦法 搞好足球運動 是吧 都搞不出一隊 像樣的足球隊 那麼很多人都說 哎呀 見眉絲住了 那麼其實中國呢 都很多東西 真是不懂得說的 那麼 老實講 比較起足球呢 其實我們中國的經濟呢 問題就更加嚴重了 是吧 那麼過去一年來呢 中國各大城市 數以千計 規模有大有小 是吧 這些大大小小的企業呢 真是數以千計的 先後發生大惡 爆雷 是吧 爆雷 那連這個中國恆大 和碧桂園 這些規模這麼龐大的企業 都爆發了財務危機 那麼實在呢 早兩年呢 2021年呢 中國恆大就已經出現了 cash flow 是吧 現金流的嚴重的問題 是吧 做生意就沒什麼重要 最重要是什麼呢 有沒有現金流的嘛 是不是你的cash flow 如果很不行的 你沒有cash的 那就死定了 尤其是現在 每個人見到我都問候我 因為我沒有英文名 那我的照譯呢 我的名字的名字就是king 是吧 那經常說我是皇帝 cash is king 那現在真的cash is king 那不管你做人也好 做企業也好 現在就拿著 拿著舊錢 那兩年前呢 中國恆大已經出現了 這個cash flow的問題了 那後來更嚴重 一路就 就是用著用著就 水塘都乾了 就說現金耗盡 還出現了 那你沒有錢賺錢就出現了什麼 違約的事件 連串違約事件 那但是當時呢 有趣哦 你看回頭呢 早兩年呢 恆大就出現了這個財政危機 蛤 全世界國內國外都有還有 還有保育者 紛紛還想著要拿機會哦 趁它低 買它的股票也有 那還有很多呢 就說搶購 這個恆大 這個中國龍頭房地產開發商 它所發出來的 就是有折扣給你的 所謂欠款的單舉 那你借錢給我到時 你借一百多給我到時我還一百多給你 那你覺得有數位 那也為什麼公司財政有危機 你還有人肯光顧 還要給他錢呢 因為啊 很多這些投資者就覺得 哎呀 恆大這麼大 中國政府 那最後一定會出手 來救他啦 是吧 那這一招呢 其實近年呢 在國內企業都常有的 就是呢 從社會上就集資 就借來新債 是吧 你用什麼債券也好 什麼名目也好 那借來新債就償還 你已經被人追到 喘氣的那些舊債先了 其實新債就蓋舊債 那你說如果一個企業 真是 只是去到搞到 債蓋債 靠債蓋債 來到繼續這個的經營下去呢 那就叫做糾言殘喘 那最後都會斷氣了 是吧 最後都會爆煲的 那所有買他的產品 所有借錢給他的 所有 這些他的供應商 因為他起樓 那很多人供應東西給他 是吧 這些各方面的東西 家居用具 建築這個材料 各方面的東西 總之所有你給的東西 你是他的債主 全部債主都變成了 受害人的了 那中國恆大在內地呢 現在呢 還有成千個物業地盤的 那你又會不會成為這個爛尾樓呢 很多人其實都不樂觀的 其實國內呢 有無數的供應恆大樓的業主 其實都很嚴重的 為什麼呢 因為呢 他就爆雷了 其實呢 你已經供了的樓價 你已經 本來二十年供樓 你供了三年 那層樓都 你雖然沒有了一層新樓 但是你還要另外交租租樓住 哇 你還要繼續供死樓啊 是不是 他已經被關掉了 煙那層樓都爛尾樓了 你還要繼續供了它 是不是 要銀行要收回 這個 你之前簽了約 是不是 你又買這層樓 你要供了它 哇 這樣的情況 對這個國內賞車一族來講呢 老實實 簡直是惡夢 是不是 是惡夢來的 那說恆大呢 那較早前 他就有這個財務危機 那昨天呢 就真是蓋棺定論了 真是要釘蓋了 那所有你說那些押注下去 中國政府會出手拯救恆大的人 Humbrang都成為了大輸家了 那過去兩年來 原而未決 那一路拖 那累積超過 哇 真是嚇死你天文數字 中國恆大累積這個欠債 超過二萬億人仔 二萬億人仔 那恆大昨天一月二十九日終於呢 就被香港高等法院下令清盤 那就停止這個的營運 那他有他了 不要以為你說 哎呀幸好我沒有買恆大股票 又沒有買恆大老 對不起咯 如果你在供這個強積金也好 你是有股票來收息 養老也好 今天呢 這個因為昨天恆大清盤這則新聞 今天香港股票市場一開始就向下跌了 上午收市恆生指數已經跌破了萬六點了 那下午最後是以一五七零三 是吧 今天就是一五七零三 一萬五千 七百零三點收市 跌破萬六點 有人說呢 就算現在你出動國家隊救火 都很難去搶救這一場中港兩地的股災 和金融危機 那除了這個恆大 早前呢 中籍集團也宣佈破產 那破產就比清盤大嚴重 清盤還看你有什麼有價值的東西 那破產呢 剛剛早前中籍集團這個破產事件 牽連都相當大的 那很多人都擔心說內地現在連串 大大小小 那麼多企業 都有這樣的爆雷事件 遲早會不會引發更加嚴重的 所謂叫做這個連鎖效應 最後可能會導致 哇 出現中國版的 雷曼事件 雷曼事件大家都記得 就是記憶猶新 美國那裏爆雷曼事件 真是很嚴重的 一個金融危機 那除了經濟金融呢 也都看到呢 過去一年 中國政府的領導層上面 那有很多 新聞傳出啦 就有很多高級的官員也好 高級將領也好 是吧 都突然間 有些人說他死了 突然間有些人又說要撤職 要調職 又又說要被扣查 那 其實就真的很多事情發生了 是吧 今晚所以跟大家回顧這些事情 那本來呢 去年呢 2023年呢 那一開始的時候 很多人都以為了 哎呀中國呢 雖然就比國際上其他發達的很多地方 我們都是怎樣呢 在這個 解除這個 這個疫情的封鎖那裏呢 我們都是慢些的 是吧 我們這個 清零的嘛 閉關清零的嘛 那雖然是慢些 但是去年年初 都叫做對外開放啦 那其實很多人呢 都期望呢 那你都復償了 那經濟就會反彈了 結果呢 去年一年 去到現在 真的都令人失望的 那中國經濟的反彈就不似預期 還看到的情況不斷惡化 是吧 那昨天 香港高等法院也都頒領這個 中國恆大 最後都要蓋棺了 是吧 都要清盤了 那 那 一個社會的管治也好 一個社會的制度也好 如果 你是令到那些窮人 覺得沒有希望 有錢人又覺得不安全呢 是吧 窮人覺得沒有希望 有錢人覺得沒有安全感 那這個社會就很麻煩的了 是吧 那但是 看回我們中國 是吧 去年 那我們習大大 就是作為中共總書記 國家主席 是吧 一個大領導 他去年就開始作為中國最高領導人的 第三個五年的任期了 也都是成為新中國成立以來 過去四十幾年開放改革的日子 他的二任期是最長的 是吧 第三任 那這個開放改革之後 鄧小平生前就已經有一個這樣的最高指示 最高領導人就做兩屆 每人玩五年一屆 做兩屆連任你都十年 那人生有多少個十年 那你有機會做過十年 那就給第二個上下了 是吧 那才有一個這樣的 不會說就是叫做一個 就是一個人玩了 那其實就很危險的 就是容易出現有一個什麼情況 就真的一人獨大一人獨裁 那這個鄧小平也看到問題 是吧 那但是鄧小平也死了這麼久 那這個也沒有辦法 那我們就看到一個現實 那現在呢 就是習大大呢 就是一直都第三屆任期了 那並且呢 因為也都修改了憲法 那他作為這個最高領導人 其實都沒有任期限制的 是吧 做完這幾年 做完第三屆 又看看是怎樣 那上個月 這個月底 12月27日 那這個美國之音 VOA中文網就有專題報道 他的專題呢 就是講到這個過去一年 中國所面對的一些的挑戰 那他說呢 那對外就看到了 好了美中的關係 是不是又緊張了 並且呢 就是美中是有這個所謂高科技 是吧 晶片特別是 那針對著晶片出不出口去中國 是吧 那這個呢 就是這個的 所謂 美中的高科技戰了 那並且呢 就在這個的俄烏戰爭 和以下戰爭 這些呢 都是 就是對外發生的事情 是吧 都是對中國 亦都是一些的挑戰來的 那國內 對內又有 有什麼情況呢 對內呢 就是中國以後的經濟 就是復蘇呢 就非常緩慢 是吧 還有啊 就正在我都提過了 很多這些高級的官員 高級的將領 是吧 甚至是企業商界的領導人 去年都紛紛很多呢 無聲無息 就從這個公眾視野中消失 突然間就 神隱 消失了 那所以也都有一些外國的 這個分析人士呢 就說了 他說去年2023年 中國有兩個字 就叫做消失 那消失就變成了去年 中國社會的一個特殊的現象 那其實呢 就是 一直以來呢 我們新中國的 是吧 這些這樣的高層的政治啊 政府裏面的運作啊 那實在呢 這個透明度都 很多人都說 其實透明度都不高的 那近年就更甚了 那有關那些官員的調動 或者突然間 他都不知道去了哪裡 是吧 甚至他到底是 是生還是死呢 那些新聞媒體 都很少有報導的 那廣大的人民就更加無法得知了 是吧 無法得知了 那 早前呢 美國國防部長 奧斯丁啊 這個 很高大很健碩啊 這個 黑巨人 奧斯丁 他就 說呢 突然間有病 就入了醫院 就留意了幾天 但是呢 他沒有及早 對外交代啊 是吧 連 拜登總統 他的老闆 都說不是第一時間知道啊 結果就引起全美國全國輿論嘩然 就炮轟他了 是吧 就認為他做得不對啦 那這些輿論就認為 官員呢 是一個的 要向社會 要向人民問責的 那他的 有關他的情況是吧 他自己的行蹤啊 包括他家人是吧 誰知道你的家爺仔 有沒有 賺好處 透過你的關係是吧 所以呢 要有 你做得高官 你就叫什麼 你是public figure 你是public figure 就是公眾人物 就是說你 在公眾的視野下方 是吧 你是要被人看得到 你到底在做什麼的 那 你如果神神秘秘的 事情都不讓人知道的 你有沒有上班都不能說的 那就不妥的了 是吧 公眾人物 你這些官員就應該有頭部道的 那 這種這樣的觀念呢 連到國防部長 好施丁都被人家 對嗎 叻叻他 這些就是西方民主的制度文化 是吧 這些就是他們的制度文化 就是這樣的了 不過呢 近年來呢 我們看到大陸上呢 就有所謂什麼 官不聊生 不是民不聊生 是官不聊生 那就用來形容說 現時呢 在大陸做官 那些日子都未必好過的 那些官員可以因為 都不知道什麼原因 不明 不明所以 那就被免職 是吧 有時 他突然間神隱了 是吧 都沒有什麼交代的 好似這個前外交部長的秦剛 還有前國防部長的李尚福 這些都是例子來的 是吧 還有一些官員 突然間說他病死 或者有什麼事 總之已經死了 那這些例子有不少 那我們看到 這個上個月 12月底 這個獨立新聞網站 叫做亞洲哨兵 那這個亞洲哨兵 這個英文新聞媒體 他就說了 其實呢 這個 去年6月 就突然間就說 這個 秦剛 當時他是外交部長 突然間就 就消失了 就說有消息 就說 這些就沒得證實的 這些是他 這個亞洲哨兵的 一個這樣的報道 他就說 好像是說 這個俄羅斯總統 普京就向習大大通報信 就說 有關洩漏火箭軍的情報的 就說 跟這件事件有關 就可能 就是 秦剛可能跟事件有關 就說他已經是人間蒸發了 是生是死 都沒有什麼人可以證實的 另外就看到 美國政治新聞網站 叫做政客 Political 和這個日本經濟 這個日本經濟新聞 也有分析 就是關於秦剛 失蹤 這件事 並且就說 火箭軍就是我們 現在中國的 這個 軍方裏面 一個最先進 一個很重要的 一個系統 來的 火箭軍 跟飛彈 和這些重型武器有關 那火箭軍 現時最高的領導 當時最高的司令員 李玉超 和他的副手 黎廣濱 以及他們的原副手 張鎮忠 就跟秦剛 神隱這段時間差不多 他們也都先後 全部就不見了 這樣就失蹤了 那火箭軍的政治委員 這個很重要的 因為我們國內 那個系統就是 這個書記 這個黨的書記 就比 重要的 你那個機構的 最高層 市長上面也有個 市委書記 大學裡面 校長旁邊也有個 又有個 這個黨委書記 那火箭軍的政治委員 徐宗波 上將來的 那說他去年 七月底 又在沒有預警的情況之下 就說他又卸任了 那徐宗又傳出 這個同樣是出身至火箭軍的 這個魏鳳禾 那也都被調查 那有其他 就是多名現役 或者是前任的 高級的這個軍官 就說被扣留調查 那另外呢 有一個是 都高級的 是前副指揮官級的 的高級將領 就說他有些 不明疾病 那突然間病死 那又傳出這些訊息 就說 有關 那些軍 被捕的人的軍官人數 哇 多達70人的 那 同時呢 中國這個就是 前國雄號長 李尚福又失章 接著最後他在去年十月底 就正式被解除政務 那其實 秦江和李尚福 都是我們習大大親自 這個 這個挑選出來的領導區人員 總之呢 都很多這些 還有 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 那個流行病學 首席專家 吳尊友 他拐著上去的 就說突然說他離世 官方發出的辯告呢 就跟前國務院總理李強離世 就是巧合 就是同一天 同一天 還有人說 就說跟這個中國研究新冠疫苗的專家 早前連續有七個人都過世 哇 那引起不少疑民 那總之 李克強 總理他 突然說他 說他便宜了 接著 很快那個喪禮就搞定了 那也都引起很多 這些異議能爭吻的 那怎麼辦呢 那麼 中國過去一年真的很多事發生 還有那些這樣的企業爆雷 恆大 這個 這個中籍 集團 那也都引起很多擔心 會不會 這個是 出現中國雷劃事件呢 還有 這個川超 和這些新興的旅遊的一些情況又如何呢 那這一節時間差不多 你說到我們中國足球呢 打到現在出現川超 鄉村裏面的川超 出現這些現象 真的令人都叫做 有一點點提笑皆非的 都令人想起 日本著名卡通電視劇集 足球小將 那香港都有一個 香港播過 我以前都是這個的 都喜歡看這套卡通片的 那有廣東話版的主題曲 就是由 張慧健唱出的 足球小將 我們先休息一下